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们的家乡的海边 这个淤泥里面把它挖出来的 淤泥已经把它基本上盖完了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淤泥 利用了那个潮水退下去 把这个淤泥挖掉 然后把这个船从淤泥里面拉出来 然后清洗再解剖 最后送到温月来 而且我希望把那个船里面的骨架 它的勾造给它呈现出来 显得像一个艺术品 草船接见的故事 说的是利用对方的力量 迅速成长了自己 所以有一个非常诸治多谋的将军 叫做诸葛亮 他把船上炸满了稻草人 在迷雾中开进底营 敌人就以为他真正的大军来到了 所以从岸边铺天盖地的建设 到了船上 这个船是因为我很熟悉的船身 人类最早认识到这个重力 和自己关系的一个载体 当这个船插满了箭 它身上都是乙毛的时候 它突然像一只鸟一样 可以飞翔起来的感觉